新的現場消息 再來看到台北市新生高架橋 爆出花博花太貴的這個弊案 那麼台北地檢署呢 今天在剛才搜了公務局之後呢 現在搜包商 同時帶走兩箱的資料 現場的情形連線記者理事會 好主要各位觀眾 關於台北市政府新生高架橋 上頭的這個植栽專案呢 是有這個花架福報的情形 那今天台北地檢署 指揮了台北市道處 繽紛了27路 針對了有關於新公處 以及這個廠商 招林公司進行大搜索 在剛剛呢 這個招林公司的這個發言人 也證實這張消息 我們就來聽一段 稍後之前的這段訪問 就是公司是沒有那個土力的意圖啊 我們也不覺得說有土力的結果啦 至於台北市政府 它裡面的一些決策或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無從知道 那我們也 也不能表示什麼的評論啊 那今天檢調來 檢調來怎樣 你們覺得 嗯 OK啦是 長官就說配合調查 好根據我們了解呢 今天檢調單位是 大約是9點左右 進入到周林公司 針對有關於新生高架橋上頭 一些預算估算的問題 進行一些初步的盤問 那麼剛剛呢 也有請了一些估算師 然後進行 呃要做一個進一步的約談動作 那我們可以知道呢 今天是檢調可以說是大動作 兵分了27路 就是要來查查有關於台北市政府 跟招林公司 所謂的這個新生高架橋上頭的花架 到底有沒有問題 那稍後呢 有可能約談將近16個人到案說明 如果有最新消息 我們直接會為您所插播連線 選鏡頭交換朋友 好 檢調兵分27路來搜索啊 這個新生高架橋花架 有沒有福報的這個問題 帶走了兩箱文件資料 最新的消息